你的光是我脚前的灯 又是我路上的光 你的光是我脚前的灯 又是我路上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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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纽约信心圣经神学院 好万一家老师 我们现在进入传道书的第六课 上一次我们提到 所罗门开始用享乐来实验人生 当然他有足够的财富来享受 而适上一切的快乐 所以他用享乐来实验人生 但是他最后所得到的结论是什么呢 他发现他用喜乐试试他自己 他的心仍然是没有办法满足 他说这也是虚空 下面当然所罗门他的实验还没有完成 他享受了这么多的快乐 但是他发现他的心 还是在那边不能够满足的时候 他就从另外一个方面来做实验 这个方面就是工作 为什么享乐不能够给人带来满足呢 在Warren Whispie所写的 Be Satisfied这本书里面 就是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满足的 这一本传道书的注释里面 他提到了三个原因 享乐不能够带给人满足 第一个原因 他说因为当人不断地在享乐的时候 他其实基本上的这个出发点 是出于自私 当你把自己的快乐 建筑在别人的痛苦的上面的时候 真的快乐就会消失 这是他说的第一个原因 Pleasure Seeking 就是你只是单单寻求享乐的话 你会发现 你只会把你自己的快乐建筑在别人的 不高兴的事情上面 所以不会带来真的喜乐 第二方面 为什么享乐不能够带给人满足呢 第二方面他说 享乐会越来越消失 就是越来越减少 你所感觉的那个快乐会越来越减少 除非你把你的享乐的那个强度不断地增加 你才会感受到快乐 怎么说呢 就像你抽烟的人 可能你刚开始抽一支的时候 觉得很舒服 但是你慢慢抽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一根烟不会让你很舒服了 所以你要把那个刺激的那个强度增加 所以你就加两根烟 三根烟 然后慢慢的你就要半包 你就要一包 吸毒也是一样 你刚开始吸毒一点点的时候 你觉得很舒服 然后慢慢的你 你再吸同样的这个毒素的时候 你就发现不够快乐了 你需要再多一点 你那个强度要不断地增加 所以到一个程度的时候 你的整个的那个快乐就会 diminish就会消失了 这个是很真实的 不管你抽烟 或者是喝酒 或者是吸毒 或者是性方面的放纵 都是一样的 所以享乐不会带来真正的满足 因为你越来越 你需要这个享乐的强度 就是这个刺激要越来越增加 曾经有个年轻人 他的父母 就是把他带到教会里面来 然后就是希望能够在教会里面做一些义工 然后能够帮助他 他可能就是在 他是在一个这个案件的里面 所以我们教会常常会帮助一些的年轻人 让他们做义工 然后对他们做一些辅导 所以这个男孩子也不错 当我就是在跟他谈福音的时候 他也愿意接受耶稣 但是之后呢 我问他就说 你愿不愿意接受洗礼呢 就是我在带领他 跟他上一些课之后 他就提到说 可是我现在还抽烟 他就觉得好像在抽烟的时候 不太方便能够洗礼 但是他说了一件事 他说过去我一天是抽两包烟 现在我一天只抽两根烟 那我就看到 哇神把他的这个刺激的程度 就是越来越减低 那我就说 其实你抽几根烟 跟你受洗完全没有关系 因为受洗最主要是 因为你接受了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 而让耶稣基督的生命 能够在他里面 不断地更新 不断地改变 所以他从抽两根烟开始 一直到现在 他抽 就是从抽两包烟开始 到现在他抽两根烟 当他抽两根烟 这时候我说 You're ready 你只要相信了耶稣基督 我相信神最后 会让你把这个抽烟 完完全全地可以戒掉 这就是为什么 享受不能够带给人 真正的满足 因为当你想受的时候 你要不断不断地 继续增强外面的刺激 第三方面 为什么享乐 不能带给人真正的满足呢 Warren Westby在他的书上说 因为享乐 只能满足人部分的需要 只能满足人部分的需要 而忽略了人的全部 每一个人除了有身体上面的需要 我们还有心灵里面的需要 所以真的快乐 不单是来自物质的享受 真的快乐 还要包含我们品格方面的成长 这个才是全人的满足 所以单单享乐 是不能带给我们满足的 这也是索罗门实验的结果 当他在实验的时候 他说我用喜乐来试试我的心 最后他发现 这也是虚空 所以下面索罗门 他就开始用这个工作方面 来作为他的满足 在第二章第四节到第八节里面 不断地提到索罗门 做了很多的工作 今天我们也有一个字 今天这个世代 也有个字叫做Workaholic Workaholic就是我们说的工作狂 就是他一天到晚 要把自己埋藏 埋藏在这个工作的里面 好像只有工作 能够让他得到满足 原来在索罗门的时代 主前一千年的时候 他已经试着要用工作 来成为他的满足 在第二章第四节到第八节 那里说 我为自己动大工程 建造房屋 栽种葡萄园 修造园域 在其中栽种各样果树木 挖造水池 用以浇灌嫩小的树木 我买了蒲币 也有生在家中的蒲币 又有许多牛群羊群 胜过以前在耶路撒冷 众人所有的 我又为自己积蓄金银 和君王的财宝 并各省的财宝 又得歌唱的男女 和世人所喜爱的物 并许多的妃嫔 这样我就日渐昌盛 胜过以前在耶路撒冷的众人 我的智慧仍然存留 在前面这一段里面 我们看到所罗门开始 就是除了用享受之外 他发现他没有办法得到满足 他就开始用工作 他为自己做什么呢 第四节说建大工程 我们知道所罗门不但建筑了 耶路撒冷的圣殿 有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想象 就是耶路撒冷的圣殿 所罗门的圣殿 到底有多伟大 根据Josephus的记载 这个耶路撒冷的圣殿 当然我们知道 都是用大石头做的 最大的这个石头 它的长就有65英尺 哇 你没有办法想象 65英尺有多高 通常一层楼的话 大概16英尺 16英尺 那你想想看 65英尺 或者60英尺好了 60英尺大概就四层楼这么高 所以四层楼这么高的 大石头用来建造圣殿 而且圣殿里面的内殿 是全部是用黄金造的 所罗门用建大工程 来作为他自己的满足 不单他建造这个神的圣殿 他也建造他自己的宫殿 他不单建造自己的宫殿 他还为他的这个非平 建造他们的宫殿 所以第四节说 我为自己动大工程 然后又什么 建造房屋 栽种葡萄园 我又为自己这个挖造水池 然后为自己买了仆碑 为自己积蓄经营 为自己得歌唱的男女 你可以想象 所罗门享受所有的这些的工程 是为谁 为自己 在这个生命纪里面 生命纪第十七章 第十六节开始到第二十节 是神特别教导 一个做君王的 他应该要做哪些的事情 不应该做哪些的事情 生命纪第十七章 第十六节 这里说 只是王不可为自己 加添马匹 第十七节 他也不可为自己 多力非兵 那这个意思就是说 不可以掉在 这么多的女人的里面 然后第十七节的后半 恐怕他的心偏邪 也不可为自己 多积经营 神说不可以的 所罗门通通都做了 神说不可以为自己 加添马匹 所罗门为自己 加添了很多的军力 神说不可为自己 多力非兵 那所罗门为自己 就是取了很多的非 也取了很多的这个兵 说不可为自己 积蓄经营 在第二章里面 提到所罗门为自己 积蓄了许多的经营 还有君王的财宝 再一次的又讲到 我们人里面都有一个 亚当的program在那里 就是亚当的一个 一个好像 一个电脑的一个program 在我们里面 就是我们人里面 就是有这个保暖 就会失淫欲的这样的心 特别是君王 这里是对君王说的 不可为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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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呢 因为很少很少 有人知道 怎么样去处理权位 很多人 还没有到这个高的地位的时候 他都很好 但是当他一做了 最高的地位的时候 他就开始败坏了 这就是没有 很少有人知道 怎么样处理权位 特别是君王 因为当君王的时候 你发现 你在万人之上 灵人之下 因为你是最上面的 就像在教会里面 也会有这样的情况 有些人 还没有做牧师的时候 都还很好 就是他只是做一个 谦卑的执事 或者他就是做一个传道 等到他一按立做牧师的时候 一到了牧师的那个位置 好像上面都没有人了 然后下面他就不知道 怎么样开始处权位了 可能就会在这个当中 放纵自己的情欲 君王也是一样 这个做高官也是一样 所以为什么 神在这生命纪里面 特别提到对君王的说 王不可为自己多利非平 王不可为自己多积蓄经营 反而这里教导王应该做什么呢 在生命纪第十七章 十八节到第二十节 这里说 他登了国位 就要将立位 立位人面前 这律法书 为自己抄录一本 哇 原来王要做功课的 做了君王之后 一到了这个君王的位置以后 要把神的律法书 抄录一本 抄写一本 哇 抄圣经是一个 很不容易的事情 我们的神学院有一位教授 有一位老师 他的课就是需要抄很多圣经的 而且不只抄一遍 所以有的时候 你知道今天的人都不太会用笔了 为什么 今天我们都是用打字的 所以英文也是打字 中文也是打字 所以真正要去抄的时候 就有一点难度了 所以有一个学生说 抄到这个手 因为太久没抄了 抄了 抄圣经 抄到最后 这个手要去做这个 physical therapy 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叫做什么 那个复健之类的 就是帮助这个手能够更好 那抄录一本圣经 我自己也慢慢发现 其实抄圣经 真的是有很大很大的帮助 为什么呢 在这里 神吩咐做君王的 要把律法书抄录一本 然后在他那里 要平生诵读 好学习 敬畏耶和华他的神 谨守遵行这律法上的 一切言语和这些律例 二十节说 免得他向弟兄心高气傲 偏左偏右 离了这诫命 这样他和他的子孙 便可以在以色列中 在国位上 年长日久 原来抄写一本律法书 是君王为自己要做的 所罗门没有为自己抄录一本律法书 他反而叫这个不该做的 不该为自己做的 他都做了 有一个神学院 在这个多明尼加共和国 这个神学院 是一个韩国的宣教士 他去建立的 这个韩国的宣教士 有一次他就到了我们神学院 所以我就有机会 有机会跟他谈一谈 那这位这个院长 他其实没有读过很多书的 但是他到了多明尼加共和国 我跟他也不太通 因为他讲韩文 然后我讲中文 然后我用英文 他也听不太懂 所以还好我们神学院 有一位韩国的老师 那所以我就讲英文 然后他就翻译成韩文 然后我们就这样交谈 他是一个走在路上 你都不会看他一眼的 一个老妇人 但是他到了多明尼加共和国 他在那个地方 他就开创了一个神学院 而且是给这些 讲西班牙文的人所读的 他的神学院非常特别 所有进来的神学生 他们第一天就开始超圣经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有个规定 就是如果你没有把圣经 超完一遍的话 所以就不能毕业 所以很多一进来读神学院的 他第一天就开始超了 因为怕到要毕业的时候 课都修完了 圣经还没有超完一遍 我后来思想 我想 哇 这个真的是一个不错的操练 所罗门怎么样领受神的吩咐 他登了国位 就应该要把这个律法书 为自己超录一本 平生颂读 好学习敬畏耶和华 他的神 我这次刚好有机会 来台中和高雄教课的时候 我在这个高雄的一个教会讲道 那这个教会我是用英文讲道 所以我讲了两堂 那因为我出来的时候 也不可能带印表机 那所以我就 在前一天在预备的时候 我就发现他们是用ESV的 不是用NIV 就是他用的那个英文的version 英文的那个版本 是ESV不是NIV的 那我手上只有NIV的 所以我没有ESV 所以我想怎么办呢 我又没有印表机 那当时到的时候 坐这个高铁到高雄的时候 也已经很晚了 第二天就要讲道了 所以我就抄写了一遍 把我要讲的经文 我就用这个上网 就是看这个ESV的 我就把它全部抄写了一次 一面抄 一面思想 一面抄 一面预备 当然这个讲道的这个内容 我是大致已经都预备了 但是这个经文 完全要用ESV的 所以当我第二天在讲的时候 我发现有个很大的不一样 我觉得圣灵真的是 大大的跟我同工 我一面再抄 一面就把神的话 好像磕在我的心板上 就像我们在圣经上说的 把神的律力 细在颈项上 磕在心板上 一面抄写的时候 好像神的话语 就浸到了我的内心 当天在讲完道的时候 第一堂就已经听到 有一些的弟兄姐妹说 他们很多的弟兄姐妹 都有流泪 那我知道 it's all because of him 就是这都是他的恩典 但是我也的确在他的面前 我好好的把神的话语 重新抄录了一遍 所罗门在这里 他没有为自己抄录一遍律法书 反而为自己立兵飞 继续经营 建大工程 我们看到所罗门最后 他所得到的结论是什么呢 在第二章第十节 那里说 凡我所言所求的 我没有留下不给他的 我心所乐的 我没有禁止不享受的 因我的心 为我一切所劳碌的快乐 这就是我从劳碌中所得的份 十一节 后来我查看 我手所经营的一切事 和我劳碌所做的工 谁知 都是虚空 都是捕风 在日光之下 毫无益处 我们看到所罗门在这里 在他建大工程的时候 他说 他眼睛所求的 他所有要想要的 这个工程的美丽 或者他所积蓄的金银 也许他一打开门 看见他所有积蓄的 金银财宝 他眼所喜爱的 没有一样留下来 不给他的眼睛的 就是你眼睛 要看什么就看什么 爱看什么就看什么 我觉得所罗门在这一点 跟约伯就差太多了 约伯也是一个 寻求智慧的人 但是约伯在约伯记第31章 第三节说 我与眼睛立约 约伯真是一个智慧人 他跟他自己的眼睛立约 立什么约呢 他说 怎能恋恋 沾望处女呢 所以约伯跟自己的眼睛立约 就是当他看到漂亮女孩子的时候 他不会去看 他不会让他的眼睛 一直恋慕 这些他所要看的 所以约伯说 我与眼睛立约 我怎能恋恋 沾望处女呢 所罗门不是 所罗门在第十节说 我眼所求的 我没有留下不给他的 他眼睛所想要爱看的 他通通让他看得饱 看得够 同时 他也说 我心所乐的 我没有禁止不享受的 所有一切 他快乐的 他都去做 他想要多大的宫殿 他就建多大的宫殿 他想要他在他的宫殿上面 挂多少的翠玉 挂多少的玛瑙 而且雕刻成什么样子的 他都可以去决定 只要让他心里快乐的 他没有禁止不享受的 因为他的心 为他一切所劳碌的快乐 但是到第十一节 后来 所罗门查看 他手所经营的 一切的事情 还有他所劳碌 所做的工 最后他说什么呢 都是虚空 again 就是我们前面讲过的 一阵风 都是一个一个一个的 肥皂泡泡 可能他建的大工程 一点就破了 他所积蓄的金银财宝 又是一个大泡泡 一点就破了 他所喜爱的歌唱的男女 又是另外一个肥皂泡泡 一点就破了 这里面看到 所罗门回头来看 他所经营的一切事情 还有他所劳碌 所做的工 最后他的答案 都是虚空 都是捕风 有一位很出名的 这个诗人 他叫Ambrois Ambrois他说什么呢 他说成就 就是努力的结束 也就是讨厌的开始 Ambrois 他用英文这么说 他说 achievement the death of endeavor and the birth of disgust 就是death of endeavor 他所有所有的努力 就是最后的这个死亡 努力的结束 就是你一直在工作 一直在工作 可能在所罗门 一直在工作的时候 中间他还觉得 蛮有乐趣的 蛮有满足的 但是当他达到了这一点 都做完了 所有他要做的工 都做完了的时候 他发现 这是努力的死亡 努力的结束 就是什么 厌恶的开始 没样东西 做完了 他回头来看 他就开始厌恶了 在所罗门 的这个实验的里面 我们发现 所罗门什么都有 他样样都有 虽然有 他感觉好像什么都没有 虽然他是满的 但是好像他感觉是空的 虽然他得到了一切 感觉好像是 是什么都没有 虽然他有智慧 但是他感觉自己 好像非常的愚昧 和保罗 好像刚刚好的是相反 保罗是说 他看起来好像一无所有 但是他什么 样样都不缺 保罗说他可以知道 怎么样处丰富 他也知道怎么样处贫贱 在一切的事上 他都能够知足 很多时候我们好像 样样都没有 但是好像也样样都有 一点都不缺乏 有一位传道人说 这就是零和一 如果当你有了神 你如果没有神 一切都在日光之下 你所有得到的 都是零零零零零 就是全部都是零 但是当你这一切 都是为神而做的时候 你所有的零前面 加上了一 那后面的零 全部都成了有价值的 你一后面只有一个零 你就是十 加了三个零 就是一千 你如果再加上什么 零零零零零零 你再继续加上去的话 你的价值就越大 这里面让我们看到 所罗门所追求的 一切的工程 最终一定要回到 日光之上的神那里 我们一同做一个祷告 主耶稣我们的心向你祝福 谢谢你赐给我们一个 美好的人生 主耶稣你应许我们 你来了是要教养得生命 而且得得更丰盛 主是的 我们在你的里面 我们所有的零 都能够在前面加一个一 因为你已经赐给我们 永恒的生命 你已经赐给我们 耶稣基督上帝儿子的生命 主我们感谢你 在这个日光之下 看起来似乎是虚空的人生 你让我们满满得着你的喜乐 满满得着你的平安 主耶稣但愿我们 所有的观众朋友们 都能够得到你这一份 美好的礼物 主让我们真是用心来寻求你 主就在这个时刻 你将你的恩典 从天上打开窗户 倾倒下来 浇灌在所有的观众朋友的身上 让我们能够满得你的恩典 满得你的饱足 谢谢恩主 因为你告诉我们 各样美善的恩赐 各样全备的赏赐 都是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 主我们谢谢你 你愿意这样厚赐于我们 将你的恩典赏赐给我们 我们愿意紧紧的来投靠你 谢谢主 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来吧让我们等耶和华的山 奔向我们神的殿 他必将同地道教训我们 我们也要行他的道路 因为神会比处于西安 耶和华的圣名 耶和华的圆域 比处耶路上 耶和华的圣名 祝福 祝福